我覺得兩件事情對於韓國來講都是貶損 一個已經曾經參與過總統候選人 甚至 你如果真的就政治的能量跟高度 他絕對不會亞於扣任者之下 那當然你說為了陳前大局 然後要韓國瑜去當他的副手 我覺得他的臉書其實已經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是願意從政壇當中裸退的人 在他44歲的時候 那回過頭來他為什麼又重新回到政壇 也是在民眾的期待跟拱觸之下 所以他才最後去單選所謂的高雄市長 到後來的參選總統 那即便結果不盡理想 但他自己也表示說深刻的反省 但他通遍文章在哪裡 他無所求 這無所求包括你講到的 副主席 今天一個總統都選過的人 立委都可以拓得的人 擔任過市長的人 他會在這個節骨點上說我想要當副主席 然後他會在這個節骨點上說去當副總統 我相信第一個啦 確實就選炮的考量之下 柯韓佩或許大家覺得說可以 爭取到最大的共同值 對不對 柯文哲說副的侯爾科會去當新北市長 韓國瑜來同時國民黨的 鐵票絕對會吸納進去 這個叫做 數學問題 你從數學上去計算來講 確實好像看起來是這樣 但 之餘真正的韓國瑜的支持者 或者說部分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們會認為說 如此原本位階是在國民黨跟超越這兩黨之上的韓國瑜 韓國瑜自己就是一個品牌了 他自己就自帶選票了 然後去拘於 柯文哲的副手 我覺得這個層次上來講 韓國瑜會不會願意 因為韓國瑜是一個考量到 他支持者情緒非常多的一個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為什麼他站在侯爾尹身邊 所闡述的那段話包括背黑鍋也好 澄清也好解釋也好 他是在跟誰講 他是在跟他的支持者交代 他本人其實並不記得 他早就已經多次講過他根本不在意 但他知道他支持者在意 換言之這個時候你說韓國瑜的支持者要去 接受說柯文哲 在他上位之上 能不能買單 其實我打上一個問號 那更不要討論到說副主席那個不可能 好不好就不可能 沒有這回事情 我說的不可能是 韓國瑜不可能主動去求副主席這個位置 更何況這個時間點推出來的 剛好是位在什麼時候 位在韓國瑜跟柯文哲談過之後 時間點的巧合大家就不用去談了 但我現在必須回過頭來去講一件事情 韓國瑜現在的關鍵角色當然是至關重要 但朱立倫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各位沒有討論到朱立倫的角色正逐漸的被弱化黨中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急於要把韓國瑜拉到自己下俠之下來增加自己所謂黨中的正當性 首先 整個非力陣線 跟柯文哲見的第一人是誰 是韓國瑜 對不對 所以打開了藍白河的七七個大門嘛 幫助侯友宜 民調站穩 並且聲勢浩大的是誰 又是韓國瑜 也不是朱立倫 對不對 所以你看 為什麼這個情況下朱立倫會去交集 會說要希望能夠讓韓國瑜去擔任他的 副主席 這是很自然的嘛 因為他要有角色嘛 換一次你回顧到這一次藍白河 整個黃金會的談判過程當中 談判對象是誰 主導性啦 最主導的不就是黃珊珊嗎 周宇修是做什麼的 都軍 他是放在他旁邊要把他拉著的啦 那你轉過頭來對照國民黨一模一樣嘛 金普聰是誰 真正的主領導人嘛 真正的key man嘛 那你說黃建廷是誰 黃建廷就是一個 朱立倫派來 作為一個參與角色 至少我中央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各位保證 黃建廷絕對對於會議上沒有任何的主導權跟話語權 他就是來看的而已 來看的要跟主席報告 你從一件事情就知道啊 今天 民眾黨寄出來的回函 4點回覆 包括我們講的什麼認同卡 還有3點對於初選 你這個初選的批判 結果收到韓人是誰 是侯伴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朱立倫的角色逐漸的薄弱的時候他自然而然會去尋求自己的角色 但是這個尋求角色的過程當中 到底對於整齊的整合是幫助還是友善 還是有沒有注意還是說基於他個人的政治生命考量 這我就打上一個問號了 否則我們就問 請問你這個時候在那邊爭執拘泥在說韓國瑜到底有沒有主動提出副主席 對於侯伍的選票有沒有幫助 對於整合有沒有幫助 完全沒有嘛 唯一有關的就是你個人的 的問題 所以我說在 整個過程當中 朱立倫可能會被逐漸邊緣化 所以這就回到我們剛才那個民調為什麼所有人認為朱立倫會是藍白破局的 最大的 兇手跟理由 我其實要再多加兩個字 如果藍白破局 因為現在還沒 如果藍白破局我相信我認同民眾的看法 確實朱立倫會是最大的那個兇手 為什麼 因為現在 從我的角度來看 不管柯不管黃珊珊 不管金普聰不管侯伍 大家都是有各自各自的利益 希望能夠促成這個合作 而當沒有角色的人 才有可能為了讓自己有角色 做出最大破壞 我講如果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中間的期盼 因為現在有一說的講法是 當柯文哲跟金普聰這邊 碰到鐵板一塊的時候 他會轉向去找朱立倫 那你從所謂的共通利益最大值來講 如果朱立倫想要有角色想要舞台 他會不會想要把金普聰給取代掉 這也是有高度可能性的 但我最後還是相信我們朱主席 會基於這個國民黨的 以及全體國門利益的大義 會成全這個藍白也不會炫掉 講理副言不由衷 那就呼應雨萱了好不好 我們投票還在投 的確我們今天說如果藍白破局 誰要負起最大責任 朱立倫票怎麼越來越高啊 目前剛剛跳46% 現在46%都選朱立倫 那當然才是柯文哲 柯文哲跟他放狠話 我覺得絕對有點關係 其實金普聰黃珊珊你看 大家覺得他們要負責的票數極低 我覺得這投票到目前一個半小時 結果有點還蠻有趣的 老師怎麼看 我是覺得這樣也蠻好 因為朱立倫沒有要選 他來接所有的劍 對不對 我也覺得蠻好的 也就是說 侯市長不要出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 像這種 不管是敵對的 就是說好朋友 說一開始的時候 劍爬奴工是好的 我就同意剛才 寒冰提的這個部分 你看到那個美中的部分 一開始不是在阿拉斯加嗎 那個樣子 吵架那個樣子 吵架 那中間要去不去 裡面有那個氣球等等 那終於當然我們知道 什麼時候拜登要跟習近平見面 就說至少有益 好 當然 最近這個部分 就是說除了第三者 你知道 假名化修那個比較不好 第三者 像我學者 我可以做 看到一個 所謂的病徵 然後病理分析 你要我開藥 你知道我不用負任這個責任 對不對 你肝會不會壞掉 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但是這個時候 兩邊一定有那些考量 我是這樣 最近好像比較僵的是 藍營內部 好像是好像 韓市長跟朱主席吧 好像是吧 你知道 像我們這種話 就覺得也奇怪 那種 怎麼會門關起來 怎麼會這個樣子 到底誰先講話 坦白講 我不太知道 好 你知道 好像朱主席說 好像是他要的嘛 當然他也不是說他要了 就要有一個名分 要去談 就是要當媒人婆 還是動仲介 砍高娃什麼 也沒錯啦 要有授權啦 OK 你知道講成那個樣子 又好像說 韓市長 是要官位那個感覺 所以這邊又傳出來說 海外裡面就在罵朱立倫主席 等等你知道 罵來罵去 就我都不知道 應該聽誰的啦 不過我是在講說 韓市長他的戰略位置是有啊 我們剛才有提到嘛 對不對 因為他畢竟他跟KP是共識過嘛 那是不是到時候 又有那樣的空間 我是在講有那樣的空間 只不過說因為我知道 韓粉基本上是深藍比較多 我就理解 他有可能 痛恨 民進黨痛恨到 我寧願支持 KP嗎 我坦白不太講 那另外這裡還有一個 可是我身邊一些深藍粉 好像OK 是喔 是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 我們過去的藍綠統獨 這種東西 或者是族群 你要這種認同 好像在洗牌 你知道 不是我們傳統的那種東西 不過我只要提醒就是說 但是 我還是一直提醒 我看到這兩三年來的民調 也就是說 台灣民進黨的人 蠻多的 他就是基本盤就是死在那邊 然後他百公百萬綁莊嘛 對不對 那那些人不一定會轉給藍的 我意思說 藍的可能會轉到白 那白的這些人 你要複製上一次九合一 我是覺得有點困難 不過我是覺得說 還好啊 朱主席他就是 你也知道 他就是你知道接招嘛 就是這樣子 不要傷到侯市長就好了啦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 科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科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 科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科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叶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科菲爾益生菌